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兩個朋友一起練球的時候 怎樣可以練到雙打的Serve and Volley 不是Serve and Sorry 如果非常重要的話 記得是Serve and Volley 不是Serve and Sorry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分享給其他朋友 讓多些朋友都可以受益 如果你給我一個超級感謝 我非常感激 也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們用我們的經驗去解答 OK 大家看到我現在是一個Training Serve and Volley 我的Serve是放鬆到不得了的 為什麼呢 我們是透過跑去自然地 衝上去 然後跑去幫我打球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當你們衝上去的時候 不是衝上去 是Smooth Flow上去 因為如果你衝得太快 你看不到球 如果你衝得太快 看不到球就沒有意思 一定要慢慢地放鬆 放鬆上去 你看到球會比較容易 而且你的第一次Volley 也會比較容易進行 好了 大家看看 現在這個 我會轉向方向的Volley 因為有時候在雙打的情況 你都會攻擊對方的Nitman 這一個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記住你 玩一下 然後慢慢地 慢慢地向前走 繼續向前走 可以做人一樣 做人一樣 做人一樣 是向前走 然後呢 記住要慢慢做一個小的Split Step 就可以了 繼續看著球 然後呢 這個就是RELAXED Serve FLOAT前 然後呢 PREPARE FOR一個LOW VOLLE 那些LOW VOLLE 都記住 You get under the ball 然後繼續去MOOTHROUGH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 令到你繼續可以MOOTHORWARD Serve 那裡呢 就很Smooth Action 記住你打Volley的時候 Keep the ball in front 記住你 那個球一定在你前面 不可以在你後面 如果你在球在後面 就很難打到Volley 記住那個球要在前面 記住 當你Serve in Volley 記住要看著對方打個Return 之後呢 慢慢去處理你的Shot 這個Case呢 我就在打Half Volley 你也看到我是很勢力地揚進去 這個球也很快地揚進去 這個呢 就是Serve in Volley 你看到這個呢 我是一個很Soft 地揚進去 我的intention呢 告訴你呢 我是想打DEEP 我對手的腳 然後呢 我繼續去MOOTHORWARD 記住每一個球都要有Placing 尤其是你的First Volley 如果你Place得好 你下一個Volley 就會更加容易 像你看到這個Volley 我都很開設 越來越近望 是一個HIGH Volley 還有那些Volley 記住要拍中間打才有Effect 我們看一次這個 這個呢 我慢慢勢力地一撥 是不是拍中間呢 做每一個鏡頭都要拍中間 如果不是 太Q就會沒意思 現在就是Serve in Volley And Change Direction 又是拍中間 令到整件事更加舒適 當然我是用一塊STM的球拍 令到整件事更加放鬆 無論用什麼球拍 都要拍中間 這個LOW Volley 大家可以看到 And I keep moving forward 這個呢 嘖一聲 然後你會看到 這個呢 是這個HIGH Volley 但你看到 是很放鬆的樣子 有少少的HOP 想跟大家強調 那個跳是不是故意的 是很勢力地自然做的 對啦 如果你放鬆的話 很多東西都會自然做出來的 不要強行做出來 那好吧 我現在再看一次 我們在沒有慢動 在平常速度看出來 這個呢 就是一個 Serve in Volley的practice 兩個朋友仔 你都可以練到雙打的Serve in Volley 當然兩個朋友仔 你都可以練到單打Serve Volley 但In a special case 雙打呢 記住要練到第二邊 當一個人開完魔之後呢 就到第二位開啦 那麼呢 記住要做兩邊 要做 add side 和juice side 那我現在呢 是在做juice side 記住Serve in Volley 不是一個 硬來的東西來的 是一個很elegant 很graceful的 movement 一個style of play 那麼大家都要練 那不要練了少少 然後覺得 都不行的 其實呢 是要through up a lot of practice 你才可以掌握到那個 那個timing 的rhythm的 和baseline 打呢 是另一件事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請訂閱到我們youtube頻道 分享給朋友 讓多些朋友仔可以收益 如果你給我一個超級感謝 我會非常感激 記住要試試我們的STM球拍 包你會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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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